这是一次迎态度梅拉式的复仇 狂奔的雄狮冲向一只猎狗幼崽 一记旋转飞扑将其秒杀 是什么样的仇恨让它追杀至猎狗潮雪 展开了这场无差别屠杀呢 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马赛马拉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这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为了基因的存续 任何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就连狮子也不例外 尽管它们是这片草原的王者 但王冠旁同样荆棘环绕 猎狗是这里最狡诈的机会主义者 也是狮子们的宿命之敌 陈希徐徐拉开帷幕 雄狮三兄弟正在享用早餐 他们惬意的大口啃食 毫不在意潜在的威胁 直到一群猎狗嗅着气味感到 通常来说 猎狗不会主动招惹雄狮 更不要说同时与三头狮子开战 但在猎狗女王断崖的带领下 非洲二哥们似乎胸有成竹 雄狮首领打着哈欠 压根没把这群狮服者放在眼里 但年轻气盛的莱恩却冲上前去 他早就看这些家伙不爽了 面对猎狗的挑衅 雄狮开始标记其领地 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 直到一只猎狗开始奔跑 试图吸引狮子的注意 被激怒的莱恩再次冲向敌人 然而他却不知道 另一只猎狗趁机靠近 叼上肉就跑 回过神的他猛追偷肉贼 结果郑重对方的吊尸离山之际 被偷走了紧剩的食物 狡猾的猎手们赢得了胜利 兵不屑刃抢到了战利品 尽管莱恩十分不爽 却也只能接受失败 而这也为后续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马赛马拉大约生活着300只狮子 是世界上狮子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但猎狗的数量却是狮子的两倍还多 任何一只落单的大猫 都可能成为猎狗群洗劫的对象 母狮萨利就是受害者之一 这天他正在树下享用美餐 却不知猎狗已经盯上了自己 母狮萨利正在树丛下享用美餐 一只不怀好意的猎狗徘徊在附近 看着狮子大快朵頤 他的口水不争气地流了一地 论单挑他不是母狮的对手 却迟迟没有呼唤帮手 猎狗是智商很高的动物 这只地位不高的熊猎狗青春 叫来帮手虽然能够抢到食物 但也绝对轮不到自己来吃 一番权衡利弊之后 他决定耐心等待伺机而动 吃饱的母狮回到了阴凉处休息 猎狗马上开始行动 捏手捏脚地靠近树丛 他反复观察 在确认狮子没发现自己后 叼起食物转身就跑 还不忘一步三回头 不久之后 萨利感觉不妙 赶紧回到放食物的地方检查 这才发现食物被偷 他茫然环顾四周 却哪里还有偷肉贼的影子 同样是被猎狗占了便宜 此时的莱恩正在树下休息 对大多数熊狮来说 组建自己的狮群就是终极目标 但这对兄弟却对此兴致不高 直到他们遇到了萨利 萨利来自另外的狮群 因为被猎狗骚扰 外出散心的他遇到了莱恩 他们一见钟情 甚至让莱恩把自己的兄弟晾在了一边 两头狮子很快坠入了爱河 他们将在一起待上一周 也许将就此组建自己的狮群 有了熊狮的庇护 萨利担惊受怕的日子终于结束 这天 他们刚刚吃完一具河马尸体 撑得他肚子都圆了 至于莱恩 更是吃到棚头垢面 猎狗们围在一边 因为忌惮熊狮不敢上前 直到狮子们离去喝水 二哥们才一股脑的冲向尸体 肯拾起这具腐肉 他们是草原上的青道夫 连皮带骨都能吃干抹尽 猎狗的体长可达1.7米 重约80公斤 比猎豹还要大上一圈 这正是他们喂猎草原第二的原因 萨利的梦魇还未结束 不慎落单的他 又一次遭到了猎狗的袭击 这只落单的母狮处境相当危险 他正被20多只猎狗团团包围 在此起彼伏的低吼声中 局势变得剑拔弩张 母狮打不过这么多猎狗 只能放弃食物起身离开 他不乏优雅不失从容 面对猎狗们的围堵 尽量维持着王者风范 但如果仔细观察 低垂的尾巴暴露了他的恐惧 毫无疑问 成群的猎狗让萨利相当不安 如果不走 自己必死无疑 但如果表现出恐惧 只会死得更快 萨利小心地撤退 同时不忘标记领帝表明态度 他不会让猎狗们一直猖狂下去 因为这次 他有雄狮的帮助 断牙是一只六岁大的雌性猎狗 也是这个大家庭的首领 一颗标志性的断尺很好识别 多年以来 猎狗凭数量与智慧称霸草原 就连狮子也很难从他们这儿占到便宜 但是今天 一切都将改变 自负的猎狗们 将回想起被雄狮支配的恐惧 狂风呼啸的草原 一场蓄谋已久的杀戮即将上演 此时的猎狗潮雪 幼崽们正在快乐玩耍 与此同时 一个恐怖的轮廓正在悄然逼近 此时的断牙还没注意到入侵者 雄狮突然开始冲刺 向着猎狗们狂奔而来 吓得断牙转身就跑 然而两只幼崽却没能注意到危机 杀戮瞬间到来 莱恩一把抓住这只幼崽 一口咬断了他的脊椎 接着又是一口将其重重甩飞 面对垂死挣扎的敌人 他甚至不屑于将其杀死 对于莱恩而言 这不是为了食物而进行的杀戮 这只是一次简单粗暴的降维打击 一次单纯的复仇罢了 猎狗援军很快赶到 但莱恩却挺起胸膛 爆发出雷鸣般的怒吼 猎狗们不敢靠近 只能眼睁睁看着雄狮 在自己老巢上撒尿 据统计 百分之六十的猎狗死于狮子攻击 只是这里的猎狗显然忘记了这点 莱恩通过这种方式警告敌人 告诉他们谁才是这里的王 故事的最后 断牙带着幼崽搬到了新的巢穴 这次袭击 让他重新意识到了狮子的恐怖 至于莱恩和萨利 他们有了自己的宝宝 未来的某一天 小狮子也许将继承父亲的勇气 成为一头捕杀猎狗的雄狮 狮子与猎狗之间的战争 有时是狮子的力量取胜 有时是猎狗的狡猾得力 但只要马赛马拉还存在一天 这对死敌间的战斗就将永无止境 王冠与荆棘少了任何一方 都将使这片充满野性的大草原魅力不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